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歌迷们的音乐狂欢 身处一线的小记者表示 红毯现场气氛超级燃 而当天的红毯之上 也是七位歌手和自己帮唱嘉宾 首次合体亮相 看看这华丽的阵容 李文 韩雪 谭文维 邓紫棋 毛不易 陈杰宜 吴碧霞 简直是走出了半个华语乐坛的阵容 我一直都是非常喜欢Jesse 然后呢 我在我的那一季 也有唱她的歌 所以这次她打电话给我 说 请我做这个 她的这个 Duet的嘉宾 我对学姐 我对学姐我是神往已久 就是很早以前就很喜欢 然后我也想说的一点是 可能大家觉得学姐出现在大家面前更多是演员 其实她作为演员 她是一个被低估的歌手 她唱的真的非常好 非常污污的 我说霍尊同学 你的粉丝属性暴露了哟 而此次花花华晨宇 搭档铁飞小天后邓紫棋的组合 也让大家很是期待 此外 红毯当天三组歌手的决赛出场顺序正式公布 面对一触即发的歌王之战 我们的元气女神张绍涵 现场也叫板汪峰老师 不过这软萌的方式很特别哟 汪峰大哥 不要使力过吗 没有没有 我们要互相加油 没错 好音乐就是要相互沟通交流 当然面对其江营来的总决赛 我们的汪峰老师也有专属的加油福利呢 子怡跟我在电话里说 做最好的你自己 你从第一期来就是这样的 所以其实走到决赛了 在这之前你想在这一季歌手 想去做到的想去传达的 都已经做到了 所以你应该是最轻松的 去把你最后的 最有光彩的 全部绽放出来 所以我希望在决赛中 我真正的想法是 有一种力量是超越竞赛 超越笔篇 为汪峰老师打call 想记者总结 好音乐就是要用心呈现的 更多精彩 请下载中国蓝TV